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,梁小龙发微博称,这次去恒蝶拍戏,骗我老婆而带你一起去,这二十多天,二十四个小时都跟你在一起,实在是太开心了。 只要你高兴,让我做什么都愿意,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的存在,这次带你一起去拍戏,也就是想让其他人知道你是我的女人,我离不开你。 为了你我可以不要家庭老婆和儿女,虽然我比你大三十多岁,但只要你不离开我,每个月在你身上花费多少钱,我都愿意。 因为想你,每日都要跟你视频通话完之后再回家,四条微博是否为本人所发。 梁小龙本人集团对问发表官方回应,而与梁小龙关系友好的丁宇,接受媒体访问时,机闻好友澄清。 她说,应该不会,我每天和她在公司吃饭,她一家人都很融洽,女儿刚刚找到丽雅度假回来,小龙和太太好便宜,不会有问题,真的很好,说小龙对外称小三是助理。 不会的,有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上的女孩,没见过,完全不认识。 另外,一名自称是梁小龙徒弟的静龙,已在微博大师傅成亲,称是网络暴力。 静龙说,家事梁小龙微博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盗,家事年纪已大,不太会用微博,所以被盗号也没有当回事。 请大家不要信用,不要传扬,请网络暴力离老人家远一点,万分感谢大家。 局员必要是会采取法律行动。 网络梁小龙自接触过梁小龙,原名梁才生,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玉璃小龙,成龙,狄龙号称四龙,他也传承一绝而令人熟悉,红遍大江南北。 后来退出娱乐圈,在大陆从商数年,2004年付出参演周星池,电影《功夫》,饰演的霍云鞋神一角,人气再度激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